大家好我是阿森 今天要來和大家聊聊 PUBG 賽事在 2019 年最大的改動 就是熱門地圖 Senhawk 即將加入第三階段 全球聯賽比賽地圖詞 PCL 賽區最快會在 8 月 19 號正式開始 這張 PUBG 有史以來最熱門的地圖加入電競賽事會有什麼影響呢? 針對這件事情我的看法會分成兩塊 1 是觀眾角度 2 是電競選手角度 若是從觀眾角度來看 這個作法當然是好的 有在觀賞 PUBG 賽事的生存者們都知道 這個遊戲的比賽前期真是無聊自己 過多的搜尋物資和跑圈都會讓觀賽體驗不佳 喜歡槍戰的朋友們看不到以往 FPS 賽事見面5秒 就合體的高張力 如果要看到激烈的肉體碰撞 最少得在第三圈之後才看得到 最精華的片段反而是在第五圈 也就是在遊戲時間第19分後 而切面19分鐘都是營運和跑線 對於觀眾來說總是不夠緊張 總是不夠刺激 但是這個問題可以在 Senhawk 完美的改善 第一點 物資豐富 所以在 Senhawk 可以減少漫長多餘的搜尋物資時間 第二點 地圖小 代表觀眾會更少看到開車營運的畫面 第三點 縮圈速度更快 隊伍之間遭遇的機會增加 產生更多的碰撞 會帶來滿滿的槍戰畫面 整體而言 對於觀眾來說 Senhawk 可以有緊張 刺激高節奏的官賽體驗 而從電競選手的角度來看 則是必大於利了 電競選手們的思維會希望賽事 建立在穩定公平的競爭上 而 Senhawk 這張地圖的屬性 卻不是如此 一樣我們先從地圖的地形來探討 第一點 Senhawk 的地形主要分成三塊島嶼 左上、左下和右半大陸 在 Senhawk 的陰陽圈可能會過於平凡 而陰陽圈也是電競隊伍最棘手的圈了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下一圈會縮在哪一個島嶼 若是往對面縮的話 隊伍就要過橋了 或許過橋的隊伍也是最為弱勢 沒有絲毫無的反擊能力 在高競爭強度的賽事當中 反而是在陰陽天命圈的隊伍會突然轉成極大的優勢 可以肆無忌憚地打靶甚至封橋 第二點 地圖小 駕駛載具的危險度大增 而且前倒偵查的風險變大了 象徵營運和轉線的策略無法作效 被迫強制碰撞 若本身是在劣勢圈邊的隊伍會被輕易地封鎖住進圈路線 暴斃在主圈內 第三點 左上島嶼地形極端 左上島嶼的地形高低起伏非常大 有著高山陡峭的斜坡 野區少量的建築物 不像沙漠有著複數的坑洞 可供戰術使用 而求生島也在新版本中改善了這個問題 基於以上分析 哪怕是競爭級別更高的隊伍都難以發揮實力 甚至可能出現山脈區域的第九圈戰鬥 下面無法往上打 上面無法往下打 兩隊看運氣看看是否能有移動路徑 可以前往中心安全區域的位置 如果沒有的話只能吃毒或者是摔死了呢 並無法真實反應隊伍強度 並決定出真正的冠軍 也難怪多半的職業選手 並不希望見到SENHAG進入到電競地圖內 不過以上都是在SENHAG房間設定 未公開的情況下進行討論 或許PUBG會針對SENHAG的電競模式 做出更細微的平衡調整也說不定 對於我而言 加入SENHAG絕對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比例絕對不能過重 可能平均五場賽事中只能打一場 畢竟這款遊戲本身就有滿滿RNG成分 目前各大賽區都是透過多場次去取得平衡 好讓RNG成分影響 變得越來越小 在PL第二季 甚至得打到多達96場才決定出冠軍 結論 簡單一句話 就是各隊在SENHAG要靠賽了 各位生存者們 對於SENHAG加入電競地圖又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理性討論囉 我是阿生 我們下次見 請問MIT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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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